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台北艺术文化活动盛世 白昼之夜 即将在10月7号晚上到隔天清晨 与国父纪念馆台北市议会 与台北市政府三大场馆 与周边的场域展开 以充满积极能量的奇异霸 作为主题 邀请民众享受整晚的自由与奔放 用艺术行动占领台北市政府 与市议会国父纪念馆 茂市长成为一页市长 宣布就任 原来这是台北艺术文化活动 白昼之夜的宣传 今年活动10月7号晚上6点 将在三大场馆与周边场域展开 让艺术与各种议题碰撞激荡 因为起义吧 但一个是代表整个白昼之夜 它的一个自由的思想 另外一个就是一起来到新一区 那大家知道市政府跟市议会就在新一区 所以我们这次也为了要打破 这种所谓的威权以及强调自由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把整个市政府 包括一楼的大厅 包括市政府的这个市长室呢 都会有猫市长来做相关的直播 那民众可以在一楼里面 就可以来参加各种的活动 还有包括市议会的议场 也变成一个剧场的演出 那当然就除了如此之外啦 就很多的国际艺术家 在10月7号的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6点 都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 很多的艺术相关的展演 所以要麻烦大家呢 可以在这段时间 去年是40万人 今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众 一起来参加 非常棒在全球知名的 这个所谓国际的艺术饗宴白昼之夜 就从过去到现在 以前选择的场域都比较是在 像在像大稻城啦 或者说像在士林的这个北溢 北溢的外面 但这次呢 我们等于是政府本身也参与 除了附近的场域像松烟啊 或者说101大楼 整个市府广角之外 我觉得这次最大的意义 就是政府本身参与 刚提到说包括我们市府的这个外墙 可能都会做让艺术家 去做所谓的艺术创作 我觉得就让政府不要那么严肃 事实上都希望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都能够让很多的艺术家 透过这样的部分中来做创作 而让大家更感受到台北市是一个多元而丰富的城市 在街头上面我们也很多不同的演出 包括talk show等等 那最特别其实我们这次有很多议题的响应 那这次议题响应包括跟加勒福的合作 我们去讲经济动物权跟台湾猛禽研究会的合作 我们来讲这个整个都市的生态系 都希望这次在白兜之夜里面 把这些大家年轻人关注的议题 大家一起重视的这些题目 透过艺术文化形式来做展现 那这边稍微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两件国际作品 因为刚刚副市长有提到 就是小冰人的创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冰人的创作 其实他创作的美材就是冰块 那他第一次艺术家 这位巴西的艺术家 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那他会带来用他的冰块的创作 来去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价值 那我们会在市前邀请台北市的市民 一起在国际经验馆有一个工作坊 我们会做3000个小冰人 我们会在9月中的时候 就开始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在白兜之夜当天 就会邀请所有的市民 一起把冰块放在国附纪念馆的阶梯上面 然后用一个行动艺术的方式 让他慢慢融化 那当然最近因为天气比较热 所以其实艺术家也有说 这可能会是他在所有 四十几个国家里面 最快融化的一次这样子 好另外就是刚刚讲到JR 那他是一个非常富有国际知名度的 一个街头艺术家 那他这一次在台北 我们会以风 free为题 就是以自由为题 因为刚好今年是 世界联合国人权宣言75周年 我们想要讲台湾的自由多元 那我们会通过一个这样的摄影行动 在全台北总共会有六个地点 跟2000位市民 邀请2000个市民 一起进行拍照的一个行动 白昼之夜今年以奇异把作为策展主题 集结25件跨媒财艺术装置作品 35唱演出节目 总计近100组艺术家集团队参与 放电整晚 我们邀请了13组艺术家 然后打造一个只存在一个晚上的艺术聚落 那围绕着这个国父纪念碗的翠湖周边 那艺术家们他们带来行动装置 然后单人的艺术演出 还有各种实验性的音乐表演 我们希望在这一个晚上打造一个 就是平等交换的概念 那每一个人来到这边 都可以带着一个探索未知的心情 然后进行一场游户计划 那这一次呢 我们特别邀请了四位全球关注的艺术家 Dibi Klaza 然后Creepy Mouse还有Black 那在20米的高空 为我们创作30米的巨幅作品 以24小时的创作 然后快闪呈现12个小时 是用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 来呈现街头艺术的力量 那么街头艺术呢 在市政府上面做创作 是世界创举 那当然一种文化呢 被翻转就是最珍贵的自由 那我们谢谢白州之夜 谢谢总策展 然后谢谢台北市 而延伸这个概念呢 我们批示了在 以在夜晚发声来呼应这个计划 我们的户外演出 集中在仁爱陆及市民广场 而在室内的部分呢 则有台北市市议会的 议事厅及市长的办公室 这次白州呢 比起以往邀请现场 现成的节目参与这种方式了 我们这次策展呢 跟上是一个晚上的现地创作 表演者以角色走入夜晚 在夜晚发声 马戏系列演出 此次和新和有限公司合作 主题是以身体丈量空间 以颠倒的身体 回应颠倒的日夜 舞蹈则以扮装作为宣言 以竞赛和互动回应群众 戏剧与演唱系列节目 以天使与神奇发想 讨论都会议题 在众多演出中 更以开箱市议会 作为最大的亮点 演出将引领观众 走入市议会议师厅 以特技 戏剧 戏剧 音乐 重新定义 市议会之场域意义 公司政厅呢 它就是一个长达六小时的 马拉松式的喜剧演出 然后是一种搞笑式的 我们要占领 那个市府广场 这个市府路 那其实喜剧这个东西呢 本来就是一个 最温和 最迷你型的一个革命 然后也是一个最讨喜的一种 最搞笑的一种 占领 那在这个六个小时里面的活动呢 我们会有超过 五十位的喜剧演员参与 那几乎是像是一个 台湾喜剧界的 一个胡适托演唱会的形式了 那我希望他们 它会是一个搞笑精彩 有点胡闹的东西 那也许因为是个乌斯大 所以他们会有一定量的混乱在里面 希望越少越好 欢乐多一点 然后总之 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起 用搞笑来占领这个市府路 法国街头影像艺术家 JR发起的创作 将邀请上千位台北市民拍下巨大的人像照片 张贴在台北各大地标建筑物上 表现台北的自由与多元 这个夜晚不仅让市民狂欢 也同时留下深刻印象与收获 白族职业起因吧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暑假结束 台北市教育局在民族国小举办 我正要玩了一个暑假 台北市自主学习2.0成果发表会 其中喜欢木工的五年级赖同学 分享了制作超过三米大的暴龙标本 六年级的盐同学 在日本拿下了2023宝可梦事件锦标赛卡牌游戏 孩童组的冠军 教育局局长汤志明 更是展露了一首魔术表演 让小朋友们惊呼连连 民族国小二年级刘同学 对人型机器人感到兴趣 在家人陪同鼓励下 学习组装机器人 并且城市语言 他操作的机器人 不但会走路跳舞翻跟斗 还会拔背非常吸睛 对木工很有兴趣的五年级赖同学 因为喜爱自然科学博物馆的暴龙 突发奇想以木工制作出超过300公分长的大型标本 画设计图 测量 锯木头 钉钉子都难不倒他 这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肋骨 还有前爪 这是最大的肋骨 然后这是最小的 然后这些是我刚开始做的一些东西 六年级颜同学则是对宝可梦卡牌专演出兴趣 在家人朋友支持下 努力练习对战经验 暑假在日本拿下2023宝可梦世界锦标赛卡牌游戏 还同组冠军成为小小台湾之光 现场教育局长汤志明也借由魔术表演和民族国小师生们同乐 并分享自己学魔术的历程同时勉励学生持续自主学习 做自己学习的主人 刚看到我们孩子的一些表现 不管是做那个巨型的暴龙 或者是说做机器人的程式 还有宝可梦得到世界冠军 会看到说当孩子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很专注 而且呢他会有进阶 而且这种专注今天跟他表现的时候呢 会让他自己原来能力跟信息的量能会提升出来 但这一部分呢 绝对不是我们一般功课有办法做指定的 所以为什么说学习我决定 它代表一种学习的动能 一种探索的过程 而且让学生的能力跟信息呢 可以透过探索体验 能够让它沉淀发挥出来 那这是它最有意义的事情 尤其是刚刚的成果滑表更重要 因为呢成果滑表可以让同学们看到 他们怎么在学东西 那这样的学习历程让他自己呢 可能对他原来在学习的选择 或者是判断上可以多更多的帮助 这个让我们孩子的学习呢 可以因为透过更多的分享 他们可以学得更好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寒暑假的作业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时间 当他有空的时候 他就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事 然后呢多一点的试探 然后多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 除了学校功课之外 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成果发表会中 民族国小武师团和打击乐团 也带来精彩演出 展现属讯成果 教育局除了推广国小学生 寒暑假自主规划学习活动外 也将持续举办各类竞赛活动 增添学生自主学习 及多元展能的机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学习魔术超过18年的台北市教育局局长 汤志明在担任政大副中校长期间 自定以学习魔术为目标 透过上网自学 寻觅道具等方式 至今练就了超过200种的魔术 他认为魔术世界很有创意 可以提升专业 还能学到表演技巧 增进与他人的互动 小朋友围在阿汤哥汤志明局长周围 张大眼睛仔细盯着 却找不到任何破绽 只能发出振振惊叹 从小喜欢魔术的汤局长 因为没有资源可以购买道具 却在担任政大副中校长期间 开启了自主学习魔术的历程 还要再咬一次 这一次它是完全交叉在一起 好 放到这边 放到这边 让它沉淀一下 弹一下就可以了 你看到吗 二 三 其实学一样东西 它是有专业进阶的 像我们学这个魔术 当然也花了很多时间 像我现在每天都会 稍微手会把弄一下玩一下 那当然学的过程是这样 因为魔术世界是一个很有创意的 我自己看到它的时候 我觉得它非常有趣 连我自己表演我自己都可以欣赏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可以学的一种专业的 那我自己觉得说 学魔术 当然它也有很多的试探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人 设计魔术的时候 它的思维非常独特 因为它会设计一些巧门 是你看不见 然后这些巧门 怎么让它变成魔术 然后呢 最后成为一个大家可以欣赏的效果 所以像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都还要看到场景怎么样 还有现场的一些控制 情绪的控制 还有你表演的瞬息 还有选择要表演的样态 那这个东西就是透过一些练习表演的时候 我们在平场底下的学习 它就会更为道地一点 因为主要原因是 像我们平常孩子呢 有舞台表演的时候 他平常练习就会更专注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专业的提升 因为你学一样东西的时候 它里面有很多知识 像魔术它也有很多知识 那它也有很多的表演的方法 跟系统跟技巧 唐局长认为魔术世界很有创意 学魔术不但可以提升自信 培养专注力和创造力 还可以学到表演技巧 增进与他人互动 那我自己呢 真的是完全自学 但是我的学习 其实我是跟全世界的魔术师在学习 因为我都买正版的道具 那他们有一些影片可以看 但是每个影片看都花很久的时间 有的影片呢 一个表演的话 他可能要花一两小时 来阅读他的表演的过 他详细的解说 所有的里面的详细的过程 你要很仔细的了解 为什么他会做这样的表演跟设计 因为每一个表演设计都在他原理 那我现在已经有很多 很多的模式我自己可以设计了 像我刚刚有一些模式 是我自己把它做变化设计过来的 这不完全是原来表演的样子 那我觉得它会更顺我原来的表演的这个手感 因为表演的时候有它一个像我们左右所操作的方式不太一样 所以这东西都是一些过程 那最重要的是说让我看到魔术的事情 因为我本来从小就很喜欢学魔术 可是以前坦白说没有什么钱可以去买这些东西来学 那现在长大以后呢 刚好配合学校的设立的独立学习课程 我自己就挑战 所以我当时是一边学 然后一边就到政大副中的校庆去表演 我就用校庆去表演去挑战 所以第一年呢就表演了三十分钟 接下来我每一年校庆我都上去 我大概表演了五次 就是阿湯哥魔术秀五期 然后呢我在去年的时候 应该在进来回到当机长之前 去年我又回到政大副中 他们要我回去 因为那时候我退休了 我要回去 所以我就表演阿湯哥魔术秀六跟七 我也是表演了快八十分钟 那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这种的学习的过程也很有价值 那我觉得就是反正自主学习 它可以让你有很多练习跟探索 这非常有趣 汤局长以自学魔术的例子 鼓励学子除了专注课业 还能透过自主学习探索自我 培养自己的兴趣 找到人生中不同的成就与目标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为了要协助新移民家庭 适应在台生活 同时增进亲子关系 台北市新移区公所 今年暑假 首度开办新移民亲子体能活动 邀请到新移民家庭 大手亲小手 一起来学台拳 大获好评 在妈妈的鼓励下小朋友 专注的练习T级 这是由台北市新移区公所 举办的新移民亲子体能活动 今年特别选择很受国人喜爱的 跆拳道作为课程 邀请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起来道馆上课 除了协助小朋友养成运动习惯 也增加新移民家庭亲子互动机会 我们每一年其实都会针对我们新移民朋友 来想一些促进这个亲子家庭关系的活动 那过去我们大部分都会办在我们所内 那可能就是一些室内桌上行的一些课程 那今年我们就想说 刚好适逢暑假期 那小朋友也需要放电 所以我们才初次尝试 跟我们这个跆拳道这边一起来合作 那这对我们新移区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 那以这次的反应看起来 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 不只有小朋友 家长也下场亲自感受跆拳的魅力 直华这样的活动很棒 一方面让小朋友发泄精力 同时培养体能 亲子一起练习 也让彼此关系更加紧密 很棒 就是让家长跟小朋友 可以一起认识跆拳道 对然后教练他们有提供很棒的场地 我觉得很好 就是 他们练完就是很好入睡 对然后体力上面也有变比较好 那你想要成为排泄就够了吗 排泄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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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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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满意 可以让增加亲子跟大人的活动 就运动啊 一起增加技能啊 我觉得还不错 对 小朋友啦 就回家就觉得 欸 放个电 然后比较好睡 是 增加技能 运动啊 让身体变得更健康 盗管教练也证实 现在有越来越多家长 会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跆拳道 因为跆拳道这一项运动 大人小孩都适合 谈到这个运动 不是只有小朋友可以参与 我觉得爸爸妈妈也是可以参与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一次的这个 谈到这个亲子活动 我觉得说可以把 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一起 结合起来 然后一起来上课 因为其实现在 谈到这个课程 以前是爸爸妈妈 带小朋友来上课 然后后面现在 爸爸妈妈后面觉得 欸 我是不是也可以来参与 欸 将对了 现在反而 现在很多是 亲子是一起来上课的 新移区公所方面表示 这一次暑假亲子体能活动 狠获新移民好评 未来不排除继续举办 协助新移民适应在台生活 也创造属于亲子间的美好回忆 新移区 新移民 活动 战 记者张其滩 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 清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用时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 清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在这里来看台北市政府积极推动住宅政策 在万龙捷运站附近 新建景峰社会住宅工程 举行顺良典礼 预计明年9月完工 台北市公务局水利工程处表示 文山区景峰一区社会住宅 将提供90户住宅空间 基地面积为2439平方公尺 为地上14层 地下二层植钢筋混凝土建造物 其中一至二楼将由台北市社服机构进驻 包括社区土书市公共托育家园 另外建筑也将取得 迎集智慧建筑标章 迎集绿建筑标章及耐震标章 营造都市生态环境 提升社会住宅质感及永续建筑形象 原来是个垃圾厂 那垃圾厂在这边造成很多的环境的污染 包括市楼的景观 那可以看到说桌面都是 后面都是大楼 所以民众都觉得说这边的环境 非常的觉得脏乱 然后又会吵杂 所以影响市民的整个生活影响很大 那自从我们市政府 来推动这个社宅的披肩之后 我们这边的环境改观了 垃圾厂整个移走了 然后这边的噪音也没有了 所以整个环境都非常好 所以我们兴风里这边很好 我们这边是一山傍水 我们这里有文山运动公园 我们山头有文山森林公园 所以这边是好山好水 对我们的居民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的 整体工程将预计在113年9月完工 邻近景美运动公园 透过公共社福与商业空间进驻 串联城市开放空间及绿带 协助居民逐步完成社区更新再生 我们这个案子其实是从109年开工 那预计是在明年的年底 能够完成这个工作 那虽然是工程范围不大 大概800坪左右 但是麻雀虽小 里面的功能还是很多 除了提供了90户的设载的这个内容之外 那这90户里面包括有72户是一房型 那差不多还有两成的比例 是包括6户的三房型跟12户的二房型 这样的比例关系 那另外就是在12楼层 有相关的我们社府的日照还有拖音 那不管是日照或拖音 其实从这样来看 我们这个设载等于是 从窑览到窑椅都有包括 那我们的3楼到14楼就是主要的我们社宅的这个相关的使用 那我们希望在文山区创造这边的这个区域 不是只有住宅 它就包括我们整个 虽然八百坪的这个范围 但是我们基地是有见避率的 所以我们会把开放空间让出来 那再加上周遭其实环境非常好 这里有景美的运动公园 那再加上临近新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捷運站 所以其实在这边如果将来能够入住 对不管是在地的或者是将来在这边落脚的这个居民 都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面还包括了 在这些相关的这个范围环境里面都能够开窗 那当然这个只是设计的细腻的考量 我们在整个这个社宅台北市所希望创造的是 包括能够优质永续 还有它的这个智慧管理 所以我们在整体的社宅的这个相关的配置上面 以这一个社宅为例 我们就有包括了云集的绿建筑 还有云集的这个智慧标章 那另外耐震的这个标章也一定包含在里面 那所以我想这样有环保 还有耐震的这种安全在 在我们的整个社宅的概念里面是 到我们目前来看 应该都很纯熟了 尤其是在这个区域 我们现在所在地这一块是还有一个景峰二区的位置 我们也希望后续能够创造 跟在地居民共享的一个环境空间 所以后续我想我们在二企的部分 我们也会来努力 那二企的已经花包出去了吗 还是还在 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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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设计当中 那当然也感谢登山营造的帮忙 这个案子在当时的这个花包工程来看 其实刚好是在 在营建物价还有缺工缺料 中美贸易战开始以后的这个状况 所以工程可以说是 关关难过关关过 历经了很多的这个挑战 那当然陈老板这边为了确保他工程的这个安全 所以在基础的施工上面也非常的用心 他觉得不好的就把它打掉 这个是在当初一个在施工的历程中 特别经历的 那所以也感谢登山营造这边就品质上面的要求 那我们也 期待 这个案子在后续已经上凉之后 能够顺利的进展 因为他现在每一层楼的完成之后 大概就是到后面的精装修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他能够在明年 如此如此如此的我们交托给这个 原来杜花局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就达成了 我们真的是拿到这个工程 是真的历经的 本来是应该来讲是说 要因为一直设计上或是地址上的东西 或是结构上的东西 以前的联系币的东西 一直在延档还有在施工困 那个又碰到一个暴雨的时候 那我们造成了很多的损失 但是基本上我们也是 都跟结构技师 然后跟我们的土木技师这些都讨论 重新打过 然后打出过 然后再重新弄 就为了是真的是要品质 我想这边东西 这是我最在乎的 然后也是我们登山营造所有员工最在乎的 那这边我们真的也谢谢我的同仁 这样的努力把我们的工地 总算上梁了 那当然这个也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 对我们的支持 然后也祝福我们以后的装修工程跟精装修 都能够如期如值的完成 上梁典礼由公务局局长黄一平 与设计兼造及施工团队一同驻到 期盼工程如期如值 平安顺利完成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921大地震 戒满24周年 内政部长林又称 宣布为期两个月的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 9月启动 另外也推荐国人下载升级后的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即使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 民众也能查询病案等资讯 在壮户台湾联盟理事长吴一龙介绍急救相关设备后 内政部长林又昌有感而发的表示 基本急救技能每个人都应该要学 他在基督市长任内就要求所有局处首长 包括他自己都必须学会CPR 这也是内政部为什么年年都要举办 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的原因 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 继续开跑 为期两个月的国家防灾日系列活动从9月展开 其中9月21号将动员全国救灾部队迁余人 办理大规模震灾消防救灾动员演练 这张气象局也将在9月21号当天9点21分 发送国家级警报讯息 提醒国人演练抗震保命三步骤 趴下掩护稳住 在期间呢 我们有包括对民众的一个宣导宣传的一个活动 让更多民众可以了解防救灾的一个知识 也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那另外就是我们机关团体 还有民间的NGO 专业的一个团队 会针对不同的一个情境 来进行各项的一个演练 这些相关的演练不只是在一个地点 而是会在我们包括新竹县 新竹苗栗县等等的一个县市 来扩大举办 所以两个月的一个时间 这个我们做得非常好 非常大规模的一个充分的准备 也就是希望把台湾我们防灾的一个工作 能够做得更加的一个完善 而且更为深入 除了举办相关模拟演练 牛昌哥呼吁国人 勇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APP 这项APP以一站式提供民众 消防防灾资讯服务 甚至在没有网络的环境下 也可以查询避难资讯 提供包括台风地震等 多达21种的灾害市井推波 及灾民收容所等离线地图 这个防灾一点通真的是 部长要跟大家大推 我之前其实也推荐给大家 它的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不只是消防的防灾而已 现在我们已经要把它升级为 是一个国家防灾的一点通的APP 那在上面可以得到各种的 灾害防救的一个讯息 还有包括这个你收容的地点 或者是我们物资的 取得的这些地点 甚至也包括避难的一个地点 所以这个非常大推 请大家这个多多的去下载来做使用 结合民间资源 内政部消防署也持续 与持继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合作 推广全民灾害意识与技能 更将与中国台湾联盟方面 共同培训台湾民间紧急应变队 让全民防灾网更为紧密 我们希望各个社区有更多的志愿者 更多愿意采取行动 帮助彼此的朋友们 一起来参加训练 从创伤急救 到轻型搜救跟脱困 到灾害时的紧急通讯 甚至定向导航等等 这些都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公民 应该要有的 基本的观念跟意识 那这一次呢 9月21号 我们也特别与消防署合作 我们开始示范一个概念 一个新的概念 它叫做台湾民间紧急应变队的概念 就是让任何社区在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居民 我们社区的成员 第一时间有能力站出来 采取行动 自救互助 整个9月 内政部也与各卖场及网络平台 合作设置防灾专区 方便民众准备防灾用品及食物 林友昌以近期台风清洗台湾为例强调 透过定期防灾演练及建立防灾意识与观念 在突如其来的灾害发生时 才能冲农应对 有效减少伤害 确保平安 国家防灾日 大家一起来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虚拟货币是新兴的金融投资商品 不过具隐秘性质的特性 也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工具 因此金管会计划在9月底前 要公布指导原则 作为官方督导的自律规范 立法委员郭国文就特别召开公厅会 邀请产官学界的代表进行讨论 以因应不断创新的金融科技发展 有立法员郭国文在立法院群衔楼召开的公厅会 邀请了产官学界代表 针对金管会拟定中的 管理虚拟资产平台及交易业务指导原则 提出看法 金管会代表说明目前指导原则的自定方向 毕竟它是一个跨国性多余的一些商品 那我们台湾如果说要进行规范的话 也肆意是说跟国际上要有一个亏比 因为要不然的话也是 像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就跟我讲说 其实他们在国内就是 只是把台币换成虚拟 那他就打到国外去交易 因为他也有虚拟 所以变成说我们国内的这些规范 假如说得到这个 那同事人的信任或国外的业务 就会采用这种情况 所以有时候我们再考虑说 到底应该要做到什么程度 业者代表则呼吁应该制定专法 并且针对不同规模大小进行分级纳管 因为现行其实在国内所有的业者 如果要拿取的合规深入 就做现货的交易 可是坦白讲现货交易在交易利润上面 我们紧收取手续费 这个是非常不弱的 那未来要因应这么严格的 成本来讲 对我们来讲是成本相对比较高 那是不是除了应该要针对业务分类 做一些管制 例如像是存买卖油 然后是交易所撮合的 那如果他今天提供的只是单纯的钱包保管 因为像是国内最大的什么 他就只有存钱包保管 他需要做到这么严格的行为 不要准备 这个其实是可以讨论的 学学方面建议指导原则一明确 辅导与监管机关更应该分立 辅导跟监管的机制两个 会建议应该要把它分流分离 监管会全民教育金融监督管理委会 他本局上就是做金融监督管理 做监理的一个角度 但是如果又要让监理的一个单位 来复制辅导产业发展的这个方向 那其实就会变成求人间惨犯 由于近期检警侦办案件也发现 虚拟资产被许多不法分子作为犯罪工具使用 警政署代表呼吁除了虚拟货币交易所应纳管外 境外交易也该以并纳管 否则仅靠自律恐怕会出现漏洞 我们也曾经用刑事案件移送他 但是法院他们的认为是这样 这些虚拟的比方虽然账户落地 但是部分的院警认为虚拟货币的交易行为 欠缺主观的前置犯例故意 所以很多案件都不起诉 变成其实今天国员所召开这个问题 是回归到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犯罪的问题 那怎么样让国家的一些金流机制做处理 那其实我们警政署最后的建议是说 也是希望我们的监管制度能够法制化 最后郭国文针对会议讨论统整的五大结论 其中呼吁制定专法及设立金融科技局 也成为业界与学界的共识 据了解经济部已经在今年8月预告新增虚拟通货商业 等预告期两个月届满 加密货币业者就可以申请组成工会 并依据金管会指导原则内容 进一步订定业者自律规范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劳动部拍板明年基本工资渴望调涨 军工教明年也将加薪4%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9成的上班族不满意 目前的薪资待遇创下了近5年的新高 37岁的曾先生 任职于知名电子大厂4年多 担任评检员 平均月薪约2万8千元 忘记加班可领4万元 但公司这几年订单减少 动刑三年加上工作量变大 让曾先生萌生转职念头 正积极投递履历 希望可以顺利找到4万元薪水的工作 疫情前几个月吧 就进到这间上市上柜的电子大厂 然后原本也是未来一片看好这样子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刚好遇到了疫情之后 这三年下来订单量大减 所以就是变成加薪的机会没有了 然后即使说有加薪的话 就是幅度可能也没有很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就是还是偏向说 为了增加收入 而去找另外额外兼菜的机会这样子 那我也是 后来也是有到餐饮业去做 后备餐储的部分 那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至少一个月 会额外再增加个1万多的收入 只是说这样子 体力比较负荷一点 因为毕竟说 整个时间都在工作这样子 今年24岁的汉克毕业后就进入百货业当贵哥 当时老板说公司会有抽成 但工作两年下来 汉克发现每个月能领到的薪水不到3万元 加上工时每天平均超过11.5小时 让他选择离职 准备重新找工作 那时候店长是说 一开始领下来大概会是3万多 可是10领下来 第一个月 因为毕竟第一个月 它会是上一个月的奖金 所以我们第一个月领下来 其实只有底薪 1万8而已 那第二个月开始才会有真正的奖金加底薪 那领完扣完老健保 加双北加级领完还是不到3万 也是有保底薪资的部分 那保底薪资从原本2万5千多 现在已经涨到2万6千多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到最后领的薪水还是有加 只是加的幅度还是会很少 其实加几百块而已 根本没什么太大差别 我觉得最少也要3万5左右 因为我那时候一开始谈 那时候就是想说3万5 就是差不多 可是那时候我找的这间公司 下来其实连3万都不到 31岁的陈小姐 国际企业管理学系毕业 多以成绩810分 在人力银行看到外商航空公司 客户经理一职 凭借语言能力 与过去累积的客户开发经验 加上空姐资历 让她顺利录取 基本年薪95万 将在9月底报到迎接新挑战 转职过程的话 基本上因为我先前是航空业 那大家都知道疫情的关系 其实航空业过得并不是很好 那也在疫情之前 我刚好那时候就决定离开航空业 那转职到朋友的这个公司 那过程当中当然会持续觉得自己 可以有再努力跟进步的空间 所以当然也沉淀自己以后 就是选择回归到自己的长处 利用自己的长处 再转职跳槽 帮自己到现在的这个外商公司 薪资水平会比较高 比较好 在谈新工作的时候 主要的加薪技巧会变成是说 让公司知道 你可以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因为毕竟其实大家都知道 上班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单纯只有一个 为一口饭食嘛 当然公司也需要盈利 那你可以帮公司盈利 当然你就有机会 帮自己再谈比较好的薪水条件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有高达九成的上班族 不满意目前薪资待遇 创下近两年新高 仅两成五有被加薪 平均增加2117元 而上班族透过跳槽 最多平均可增加7346元 另外有两成上班族 曾以预离值要求加薪 其中9.3%加薪成功 5.2%加薪失败 但被未留 还有5%加薪失败 应而离值 好那其实根据我们这次的调查结果 有超过9成的上班族 对于自己的薪资是不够满意的 而且这也创下了五年来的新高 那当中呢有75%的人表示 自己今年是没有获得加薪 只有25%的人表示 今年有被调薪 那平均加薪的幅度 大概是2117元 基本工资已经确定 要连续八年调涨 那根据了解也发现 虽然上班族认为 调高基本工资 可以有助于边际劳工的薪资福利 但是大多数的上班族 还是认为说 调高基本薪资 对于自己的薪资水准 是没有帮助的 甚至可能压缩到 他们既有的奖金 还有调薪的机制 另外呢在一方面 市场预期加薪之后呢 可能会带来通膨的效果 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现在我们之前调查有发现 有超过三成的上班族 其实是有在兼拆的 那他们每个星期 兼拆的时间是12.3个小时 每个月可以增加 12667元的收入 所以如果对于自己的薪资 可能会被通膨 甚至是基本工资调涨 而吃掉的上班族 我们会建议 可能可以用兼拆 或者是斜杠的方式 来增加自己的薪资 曾仲威指出 没有明确调薪制度的公司 可能隐藏常年不加薪的风险 建议求职者在面试时 可以主动询问面试官 公司调薪制度及申前管道 以免到之后出现期待落差 被迫再度转职 而虚度宝贵时光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 两年以下徒刑 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 拥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 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 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 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金融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农历八月初一傍晚 在老大公庙举行观看门仪式 为期一个月的金融中元季圆满若目 观看门 画面现场是老大公庙 今年轮值主谱的郭姓宗庆会主委郭庆权 与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佟子伟一起进行观看门仪式 请好兄弟回到阴间 为期一个月的金融中元季 平安圆满落幕 参与的各单位内心充满感恩 那这次呢 能够圆满的顺利 特别要感谢所有的单位的付出 以及够理性的 中情会的协力 还有最主要是 这一次来的两个台风 苏拉台风以及海回台风 都有惊无险往南部过去 所以这一次非常感谢我们好兄弟 能够保佑我们今年的中元季 能够圆满顺利的完成 这回要特别先谢谢我们办的 祖谱坛的郭氏中情会 办一个这么好的活动 不容易的 然后也要谢谢大家的帮忙 这回我很感动 我说这回是有龙天护法 诸佛菩萨保佑 在台风天 一样我们可以安然过关 然后让所有的老大公 来接受人间供养的时候 他们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功德 也不容易是基隆保留最好的衣柜 要谢谢所有的中情们 下一棒一棒接一棒 我们个性中情非常的辛苦 把我们所有科医的文化走完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纪念意义 我也是第一次用议长的身份 来参与我们整个月的这个中元季的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活动圆满 中元季悲天护人博爱普世的精神 仪式圆满结束后 郭姓宗清会也将首颅交接给明年轮值主谱的 张廖简姓宗清会主委张通荣 象征中元季文化的永续传承 记者黄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 在基隆市区盛大登场 今年总共有56支来自各地的队伍 展现海洋活力与热情 身杖与弱势团体也上街头参与 传递城市有爱的精神 首先我又感觉整个真的是有南洋风 觉得非常开心 然后就是觉得整个很兴奋 我们今天坐的车子就是海豚车 就是我们的海豚是一个有怀孕的海豚 我们坐在那个怀孕的海豚里面 然后它的嘴巴里面还有一个小海豚 然后这次的就是象征我们的那个 培育跟生长这样子 就觉得非常有意义这样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大游行 从国门广场正式出发 今年特别邀请许多弱势与生长的团体一起走出来 感受基隆这座海洋城市的热情与活力 还有来自学校各社区的团体 以及新住民朋友都共同来参加 沿途观赏的民众排成长长的人龙 看不到镜头 就是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就很开心可以来游戏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所以我觉得有点兴奋 然后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然后你们听说要边走边跳舞 对可能会有点热 但是我们我们会尽力 有智慧 智诚 一姓 一名 还有李东 还有那个孝贤 我们六大社区一起来完成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我们也有那个旌旗舞 我们在前面就是要让全基隆市 然后变成有爱的城市 然后大家都永远的健康快乐 加年华会是基隆中元季以后 基隆再办一个盛会 很感激在理事长的帮忙之下 今年有56个团队 25个台位 最好最好的活动 请大家来基隆 我想今年这个老英嘉年华 迈入基隆第13个年头 那我们非常感谢 蔡秋林理事长等等相关的团体 今年有56个团体共同来表演 仿佛我们基隆的街头 就是一个嘉年华的现场观光的胜地 那我想我们海洋 就是基隆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 我们未来希望 我们的理想是希望 让我们未来基隆 可以开发海洋蓝色公路 蓝色经济 由大壮观愿景发展协会 所发起的基隆海洋老英嘉年华活动 已经迈入第13年 除了展现出基隆的海洋特色 与活力热情之外 今年携手各工艺 与弱势单位一起来加入 来传递基隆是个温暖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有鉴于台北大殖民在下线 一案引发民众恐慌 金融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 与都发处处长谢孝坤 召开记者会 宣布引发损林争议的百一街工地 再度停工 向各位市民朋友宣布 我们施工中的这个百一街工地 我们依照专业技师的建议 他的安全的考量 就基地之基础 及地下层的必要设施 我们将会先行施作 以提升基础的稳定性 还有领防的安全性 并在完成必要的地下设施之后 我们将立即宣布停工 那接下来请我们的处长来进行说明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王庸好 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想市府其实非常重视这个公安的 尤其在这个大直事件 那有关我们百一街的部分 那市场宣布立即停工 那这个案子在五月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我们已经先邀及第三方的专业工会 包含建筑师工会 还有土木结构的这些工会 来协助我们 那考量当时候他的这个大底地下室 都还没有施作 可能会有这些危险性 所以在经过专业祭司的考量之下 我们当时候是部分施工 也就是说把这些地下基础的这些 完成了以后 那要以防止这个周边的这个安全 那考量现在他这个相关的这些 基础的大底已经完成 所以我们宣布这个立即的来做停工 那有关民众担心周边这个零损 还有这些安全工地的安全部分 那我们后续会启动 我们会希望要求起造人跟成造人 要负起这个责任 我现在大的有点夸张 对啊大的有点夸张 后面也是 我们后两台也是 对 据了解今年五月中 在七土区百一街建筑工地施工 造成基地旁电杆成现 最近又发生临房受损 引起居民人心惶惶 从五月到现在啊 陆陆续续的 大直的事件 还有那个台北新医区的天坑事件 其实让民众都人心惶惶 尤其这是他们一身心血 买下来的房子 他们觉得不应该就这样 就没了 所以在这里是建议 我们市政府可以发起 这个补偿基金的动作 让民众保障民众的一些 生活跟安全 民众最需要的是 我们现在的房子是否安全 有没有可能睡觉睡到一半 或是工作回来房子不见 这个我想入发处 应该提供第三方的证明 让我们居民可以放心 谁可以保证居民的安全 那这个证明就应该提出来 那我们继续施工的问题 就会减少很多 因为未来建商跟住户 跟我们议员领长之间 也必须寻求一个相关的平衡 沟通的平台 我想应该马上建立起来 让大家最重要的是 立即的危险有没有 市政府强调 有关基地零房受损部分 将要求起造人及承造人 负起完全责任 进行全面性的盘点清查 并邀请第三方专业技师 协助确认零损状况 及安全评估 要求优先启动零损户的 鉴定程序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等下来看 长期关注基隆安乐区 到台北国道客运通勤问题的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 在9月6号 就请市政府交通处 争取加班车 其弹性调度班次 早上7点不到长期关注 基隆市安乐区 到台北国道客运通勤问题的 国民党立法委员参选人 林沛祥市议员 特地和市政府交通处长 王顺宏 一起到安乐区 菊郡社区后车站前 了解通勤好朋友们 搭乘包括1813 1815 以及9026等 国道客运路线等车的情况 由于1200月票政策实施后 搭乘人数大幅上升乘车需求 以及等候时间也出现明显的增长 因此林沛祥早已经在9月6号 就已经请市政府交通处 跟公路总局方面沟通 争取加班车 以及弹性调度班次 特别是1815B 以及1815C 都会加派一班加班车 未来朝向加派两班的方向努力 让通勤族好朋友 可以在上下班 搭乘国道客运通勤时 轻松一点 从今年8月1号开始 那1200正式上路之后 我们基隆市的客运通勤的好朋友 就暴增了将近两成左右 而从上礼拜开始 自从开始上学之后 那我们的主要客运路线 基本上他们都有所谓班次不足的问题 所以在上礼拜三 配翔已经见请我们交通处处长王震宏 然后跟公路总局激起沟通 争取尽快能够加班之外 而且在调度上面 我们也要能够使出机动弹性的调度 让我们的通勤好朋友 能够更顺利的搭上车 早点上班轻松回家 而从这个礼拜开始 不管是1815 90226 1573 1579 甚至到说1813D 还有1802 都会做出适当的相对调整 让我们的所有通勤族好朋友 能够早上能够轻松上班 晚上能够顺利早点回家 让我们至少在台北上班的通勤族们 能够轻松一点 那有关我们国道客运1815 以及9026 目前从安乐区输运到台北的一个客运 那因为我们在1200月票整个提升 以及开学以后 人潮有增多 那因此我们在这个礼拜 赶紧协调了公务总局的监理所 以及我们国光客运 以及福尔客运等 那这几天也调整了 所以从昨天到今天 我们也现场来观察是整个的输运有正常 而且是属于比较顺畅 林佩祥也持续到南港以及台北市府转运站和台北车站等地点 了解通勤族的乘车情况 也持续和9026等客运路线业者沟通 希望能够在上下班尖峰时间 增加班次以及减少脱班等方法 改善通勤上的辛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